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佛主天宴,天本知,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就会唾弃我唯唯乎。唯天唯大唯大啊,只有天最高大。 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于此,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其体肤,空伐其身,情浮乱其所。 不能。到大道无情,生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明,将降悟。无不知知其名,向明曰道。 新智经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日记事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何以晓得,叫人无可推毁。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恩正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可能用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明明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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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之,若是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叹其天不从人愿,最后是情若起似回生时,我们会高庆的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点或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始起1.01分-5 General 1 colon 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1 colon 2 地是空虚混沌渊灭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1 colon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1 colon 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ERAL 1 colon 5 神称光,未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GENERAL 1 colon 3 3 7 上帝发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因之位。 诗,各配上帝。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诚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替邪规政论,第五六节,老母娘清静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 可知天地之缘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守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陌生不代。 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我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信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他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与自信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地面,也在你地面,也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里面,约。 看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西辽西,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知名曰大。 大曰是,是曰远,远曰返。 不道大,天大,地大,人一大。 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曰君知,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以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一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知,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老母娘,祖魎缘明,明明灵言光当地儿,宝燎能量,怀意 entire 。 宝燎一 zag,心虞大化救援皇智,尊无上为铃力帜胜心法父贤良三界法,与雌互十方。 共母朝母娘,万灵归, 甄乐欢喜,真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 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 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明明上帝, 要知以明明是要天存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 且是内在的明, 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 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是亿及宇宙的最高宰, 他书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 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 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底运行日月, 掌向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 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 如碧瑶之大人, 于顺之大小, 下宇之大公, 文王之道德, 周公之大财, 老子之感应, 孔子之中树, 释迦之能静, 耶稣之博爱, 牧圣之清真, 观音之道词, 世智之喜舍, 文书之大智, 普贤之大行, 弥陀之平直, 观圣之刚正, 纯阳之虚明, 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 三世诸佛, 一切奥义妙理, 无量智慧功德, 神通妙用, 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竟虚空天法界,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所看不到的一切, 全是上帝所变现的,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 大而无极, 范围天地, 笑而无美, 气入无间, 凡是日月星辰, 将海景泉, 白云彩虹, 玉露霜雪, 一花一木, 一草一干, 宇宙森罗万象, 悬在上帝的性海中, 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 无量妙形之处, 无量功德之源头, 是真空妙有, 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 至高无上的, 敬奉其德是圆绒完美无缺的, 三界十方, 三界是指, 欲界色, 解无色解, 十方指, 东西南, 人北东南西, 北东北西南, 想, 要上帝的性体竟虚空片发界无所不在, X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 在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伴为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 为万有之本源, 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 在传统道场义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逐同明明上帝, 具有行上义与行上义, 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 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 其本体尊崇其未尽奉其德宰主其尊, 用在万灵, 便不衡用在补补言为犯其极情, 从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意, 自行与补母字相近, 母字的情意义典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 是阴阳, 代表用, 其用合一位母, 有体无用则至空, 有用无体乃之相, 其体即用即用即体, 其用合一, 即是佛也, 二点点代表无极, 点代表真如本心, 三点中片拉直透出圈外, 表示超乎太极之外, 冠乎太极之中, 四点母字正转90度, 表示先天灵性之母, 先天母能为灵主宰, 灵性之母心无形, 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代表用, 从代表无极, 众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 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 明明上帝, 为皇上帝等, 中庸交涉之礼, 所以是上帝, 天命之位性, 诗经小雅, 明明上帝, 昭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如, 无二耳心, 书经汤告为皇上帝, 将忠于下明, 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独遮纳无生等, 法华问日会本法身如来明疲独, 此番以片一切处, 贪经一问品若物无生顿法, 见西方旨在叉挪, 大日经书一云, 犯应疲独纳者是之明, 及除安片明之义也, 同时六曰所谓疲独纳者日也, 如世间之日, 能除一切暗明, 而生长一切万物, 成一切众生是也, 经法身如来逆复如是, 不以为欲也, 三点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 道德经有物混成, 先天底生, 及其辽兮无利而不爱, 不行而不爱,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约道,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四点也叫真神, 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人, 五点会叫阿拉真主, 无可兰经眷, 一奉大人, 大慈真主之名, 六点先天大道, 无生老母, 明明上帝, 无量心虚, 至尊至圣三界, 十方万灵真宰, 真主, 无兰经,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制服了日月, 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一, 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 而戒雨水, 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 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三, 真主, 古兰经它是真主, 是独一的主, 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 一一二二它不生, 也不被生, 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它匹敌, 一一二自真神道上帝生在阿拉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内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这等人不是从神器生的, 不是从平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生的, 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乐肉身, 住在我们中恩,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约哈, 五一四, 九一三, 一四,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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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称呼, 在圆魂之意义, 乃是自由拥有的它, 一极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 母之离天, 在诸天之上, 为万灵真宰, 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 整个宇宙充实着武动的能量, 除了此武动的能量, 我们的宇宙亦无所有, 在某个时间点, 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力, 与知觉的能量, 从而由一分, 第二, 对立, 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斯瓦米维达巴尼, 这着火瑜伽,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和处约翰一书与约翰一书, 福音在我们底上或下字, 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派者, 福音书作者约翰为传唇一书, 将生气吹在他几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275,要看到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静平主人公真主人真儒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狐独玄聘宗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墓亮墓米墓回回之地等等。 基督教言十字架用或施起窄门等等。 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各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师之典,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 经典印证义无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十相无相,为妙法门。 无力文字,叫外别传。 人。 二佛在灵山墨远,求,灵山指,在乳心,头。 人缘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 年花是重。 世时重皆莫然。 为佳赦尊者,破颜为孝。 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十相无相,为妙法门。 无力文字,叫外别传。 父主摩和佳赦。 世尊至多子塔前,宁摩和佳赦。 尊作令作,以僧协离为之。 遂告曰无以正法眼藏。 密附于汝,汝当户时。 五灵会人卷一七佛。 世家牟尼佛。 诸僧协离。 碧秋三一之一。 华译为众俱十一。 又称为大一。 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 是座大法会。 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传慧能及慧祖义。 三不足是。 足以夹杀遮为。 无令人见。 未说金刚经。 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 不离自性。 岁起祖言和其自性。 本自清静和其自性。 本不生灭和其自性。 本自举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 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未惧能曰。 这不是本性。 学法无义。 若是自本性。 见自本性。 即名丈夫天人之佛。 不离自身。 如果您的眼神是一样的眼神。 如果您的眼神是一样的, 您的全身全都不充满。 马太吴英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深的。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 台中博企机电会中华明博颂二零一中英最正经,新约全出。 You will follow the Hli-bubble new estimate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宅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你一定要高明,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台中博企机电会中华明博颂会二零零一中英最正经,新约全出。 中博企机电会中华明博颂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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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台中國祭祭殿會中華明國縱會2001 中英對照聖經新約全書 《佛家言不走正門 進入四生六道 開生耳牛馬羊豆之類 亂生眼雞悲情之類 屍生口魚蝦水族之類 化生乙馬乙蚊蟲之類 彌彌公器 天神杜齊在世侯胎為人 任母歸根修道 墓底再以苦的樂為友 任母歸根 方能超生了 死生登 聖禦賢官 永脫苦海 母字垂悟 教皇母 慈是這恩師一指點 殺身難暴 蟲如山恩四海 實際心懷弱 不受失之點 怎能脫苦 又怎能了生死 不受靠災 上超祖 下隱孫全憑施力 各應當暴大恩尊師安排 皇母 五十屆 第七屆 五交聖人 提出了誠懇的呼籲 一點 穆罕默德 可蘭 經文 難料死 速敗 復拜真師範 盼 希 二點 耶穌基督 聖經 空 式 玄真義 讚美 師 慈 座 高歌 3 點 派上 老君 道德武 天位 嚴禁 速敗功 成 早歸根 四點 式 加牟尼 真空 非 空 法 非 法 如然 自在 世 子 個五天 恐 老 老夫子,求神之化之旨。 静静安律见本人谷, 云美藕,绿叶红花, 三角圆世,一家安大圣人发庆里, 得了俏妙回老家物又奔墨。 是有忠实,之所先后,则尽道矣。 性教不爱修道,但物宜只有性教, 但物修道,本墨道志。 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 在史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 乌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其而后可。 庄子曰在楼以。 曰何其下也曰在提, 白。 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 曰何其欲甚邪曰在史密。 东郭子不应。 庄子曰不子之问也, 故不及之。 正或之问于天是律系也。 每下欲旷。 辱为莫比, 无忽桃物。 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 周天贤三者, 一名同时, 其之意也。 庄子之被由 以二十二老母娘的心生。 一三山坡母子里, 乃不得已。 皇母殉子师姐, 一姐, 亦当初天位分魂盾, 未叛妙明明无人。 我空空亦团九六亿元佛子。 先天同聚, 无忧愁, 无烦恼, 自在安然。 先兄弟先姐, 每身来伴, 随母来, 随母去不宜身, 边即乐, 不任萧摇, 随意玩耍成青龙, 华彩奉, 无量尊严, 不惧寒, 不惧, 属无数无, 管无阴阳, 无对待至理, 纯然, 狭无事, 任熬游先天妙境门眷来或下棋, 或将情谈施的是仙桃, 点熊江玉已穿的是灯云鞋先衣先山, 老母娘的心生。 二, 论无极为, 圣玉至善宝, 静静而英通, 万化万类根, 原自从那教子, 会气数以道母命。 以佛日理恩前, 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 又再至丑, 会满地是完全清气, 升为天盆布日兴有竹。 气, 将宁为笛湖海山川志, 宁慧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阳, 万类生全日吉, 是先天妙开辟之本, 无极静态吉, 洞黄吉, 昆贤老娘的心生。 三道吉, 礼礼吉, 道虚灵之妙生。 一一生二, 生一本, 三万疏灾, 自无入九七道, 藐视神千亦, 南竞颜天吉, 成地吉利, 万物七备东土, 无人烟, 少女, 那, 皆, 无, 无奈, 哪处方, 舍我九六子七, 将凡兼屡次的差缘佛东土, 而下来一次凡一次, 不肯致, 凡无奈何为母, 我造下谢酒三山, 脱红醉乐菩萨, 佛南设一个大仙石, 齐来洗澡, 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离天众佛, 自就醒来, 不见母面, 又不见先依邪, 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 死灰, 非, 类, 原子乎, 患, 耳, 重等素, 东分, 莫要在脸如若是天一邪焦与外, 等耳, 哪个, 亦不肯在世至凡, 折数亦, 折数亦, 折寒以冷恶之松。 佛子, 可引心全众佛子如药, 回悲哀悲叹, 问母我, 智, 何时方法家还母言? 三, 离末, 大开普度, 清烧书, 清祭, 信清度佛圆, 将道, 乃为救良善, 将劫, 乃为收恶, 上, 切泪以于探子, 规, 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 末节时期, 八卧金献的圣天。 五口, 五宴兼寿愿解共赴龙华, 即乐不愿萧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华彩凤, 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 任意逍遥游玩, 随意玩耍, 成其青龙, 化作彩色凤凰, 任意取来, 现现无量尊贵于庄严, 不惧寒不惧, 属无数无, 管无阴阳无对待至里纯然, 离天无寒暑冷热, 总是恰是温度, 无居无数, 阴阳之对纯义环, 气、力、 因意跳脱, 一切阴阳对待, 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 自尽至里纯然, 通杂无碍, 故无数无管。 狭无事, 任遨游仙天妙景门眷来或下棋或将行探前, 狭无事则任意遨游, 观赏仙天美妙景致, 下棋于乐, 谈骁, 谈骁, 离天, 知尽无闷眷之, 事, 具凡有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致, 亦之所乐而为之。 事, 事的是仙桃果, 熊江玉衣穿的是穿云鞋先衣先衫, 事的是仙桃先果, 喝的是熊江玉衣, 穿的是仙衣先鞋。 仙桃果盘桃之果实, 亦称仙桃。 盘桃十周记东海有山, 明度所山, 上有大桃树, 盘区三千里, 约寒母。 五帝内传七月七日, 西王母将, 亦先桃四颗与帝, 帝时则收七颗, 欲众之。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 忠下帝伯, 众之不生。 帝乃止。 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静静, 而英空万化万类根源离天是至善宝静, 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将欲。 此地至虚至竟, 感而随通万物之造化, 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纳交子会妻术以到为母我命欺佛至理, 昆前亦元十二, 会自会开天丑, 会辟地盈, 会生人毛, 会臣, 会自会武, 会未会身, 会人灭, 有,会地灭, 须会天灭, 害会昆顿美, 会会各一万零八百年, 亦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至世, 三佛收元七佛至世南方至爱佛六千年, 被方生育佛四千八年, 即一万零八百年, лед父上禾环北 Northwest MIC-三佛慧主席佛三千二二十年西方爵臣, ados ng 附 meses。 immediate square 980年, 其他大亦元五千八百年, 其他大亦元 tapes-三佛三千二十年西方爵藤, 其他大亦元共十四十万 Lord Mack-六千, stem Fourthanエッf时候 reiterate and technical nation, 八零 oxрет佛四千天。 podrrickete smash meyer螺龍腕五千链, 蜘蛛绬aiser似。 PN organizations企rediev all oceans, 四会东北方济天佛五千八百年佛西世代理佛五百年济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远然登古佛清阳旗。 掌天盘。 莲慈慧释迦文佛红阳旗。 掌天盘。 临山会弥勒古佛凡阳旗。 掌天盘。 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再至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 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 必完全至未会树井。 至世缘满母会原灵收回。 又会灭地。 须会灭天。 还会重回魂。 顿兴气升为天盘不至兴斗族气。 将宁为地土海山穿兴兴之气。 上升则为天。 漫天布满着和汉兴斗。 似为气界所居之处。 众酌之气下降则为地。 大地为众酌之气所凝结而成。 形成了苦海山穿。 似为象界所居之处。 智盈慧替地交日月和教英。 阳和阴云万类生子。 似为开天。 丑惠屁地。 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叛。 阴慧之时, 天地阴阳之气相交。 日月叶相交替。 阴阳因云而育生万物品类。 四集是天天妙开辟之分。 无集静太极动黄集昆贤。 四集是天天妙底。 开天辟底之分人。 无集主静,属理天。 太极主动,属气天。 黄集主化。 属向天。 道集礼。 礼集道须灵之妙。 道生一一生二二。 又生三道集是礼。 礼集是道。 至须至灵。 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须灵。 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 三能生万物。 无集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三财。 三财者天地人。 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to backslash。 意图像极。 生化五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利。 万物其倍东土里。 无人烟缺少女男。 天地既成。 万物以其倍。 这就是向天。 亦称作活世界。 坎苦世界。 苦海。 死岸东土。 等赠名称。 不一而足。 这世界被创立之后。 尚无人烟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法人管理统治。 那时杰为母。 我无奈之处。 方舍我救六子妻。 一旗将凡间。 有天。 有定备。 有天。 丑地。 丑会。 以药。 让人。 降生。 时机一致。 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 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 一期降臨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遣元佛冬土下来。 一次凡一次,不肯置凡于是老母、娘、妹, 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臨冬土,未来一次,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冬土,无奈何为我造下写救, 三山脱红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写救。 在三山脱红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先衣先鞋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念,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先衣先鞋。 为娘或悲痛类原子乎患耳众等速冬登末要再联老母娘, 因为要与众缘胎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吐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若是先衣先鞋交与悟耳等耳, 哪个义不肯在世林凡老母娘若把先衣先鞋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林凡坚留下来治理世界。 至60葉这些树枝和树叶是али normal的耳朵 needed by mc somi c ipot to keep evry mca hoping the same like Annual Lakes want Burke jó độngT описании. 如果天气涵冷减 уз just the same wood This yarn gets né D&d bome کر well and urine to be below the surroundings 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前一句浴邊直冰已寒 Lite let to restore new life 若肚子饿了,就取鬆子脖子时� epoch later that it will be 0%såo 即是 immediately经营 should you?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叛问母,我至何时方大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调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达三期末大开普渡清烧书清记信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记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佛子,告一回家之路。 家乡姓书黄母训子诗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黄母梢书信读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听由一杯声大放为母我写合同赴语,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缘开佛子心中由存经疑,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经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缘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原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烟。 从此,黄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奔食而典致力世界,或为男为女,并管地人间烟火。 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尖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历,白布丰师名利图煎熬。安的咸鱼,不。 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祥儿再世苦。 母亲南安自三山脱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盈慧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初已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苦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将到差三佛伴末后普渡收缘。 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埃且三佛伴末后一着的普渡收缘。 三佛然登故佛是加牟尼佛弥勒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依认礼时修依礼,不依人修道,认指真,依人已出错。 依礼是良心二行公了。 愿天不能言,并不能与人,不能红到非到红人结顿。 儿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人满儿的光明。 坦荡照耀母的凌鸣心虚。 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 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 儿的无私无我灰应母的无天无量儿的毅力不遥积入。 儿的无私无我灰应母的无天无量儿的毅力不遥积入。 儿的垂与修备尊与分身关系。 儿的语言公公。 儿的语言公公。 1 5 0 4 7 6 7 4 4 8 3 0 5 少量夢幻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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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ne who intended to receive the doubt had to abandon worldly possessions and enjoyments. If he was a king he had to abandon his kingdom. If he was a high official he had to resign his high position, leave his family and go to the remote mountains to seek a master who would transmit the doubt to him. After much suffering he would gradually perfect his conduct, purify his mind and heart and perform many good deeds. For his sincerity, God would send Buddha to transmit the doubt to him. Under such conditions a person able to succeed was hard to find. During that period the doubt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one patriarch to another. 第一章 为什么他们恭喜我求得天道 各位先生太太小姐 首先让我衷心的恭喜你们 因为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今天你们得了道 道是至宝 道超出了一切 每一位 每一位古圣仙前前佛祖皆于古代求得天道 不他们能超出生死之界限而永存 今天你们所得的道极同 他们其实所得的道一样 在古时 在古时 人要得到必须弃他在世界上所拥有之一切与享受 假如他是一位皇帝 也必须弃他的江山 假如他是一位大 他必须舍弃他的绝 离开家人 住深山寻访能够指点他妥境 传授大道给他的名师 在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 同时已将凡心修炼成佛心 并已达至圆满之行为 以及做了许多善事 在他制成之下 终于感动上天之心 参天佛来指点 传授大道给他 在如此之情况下 成功者非常幸好 在那时道是由一代祖师密传给下一代祖师 今天我们不要选择 to us at this time it is because mankind is facing great calamities which signa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se calamities in this modern age most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echnical science and neglect spiritual harmony believed the power of mankind can surpass nature and that science is almighty and can solve all human problems it would cease though conscient or sorrow only religious terms and had no real exists most people do not recognize their true selves which are indestructible and immoral analy that self the master of the mortal body today most people have lost their consciences harming other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mselves those evils which human beings are now committing will cause great disasters the likes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whipped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final calamity in which the human race the immortals of space and the ghosts in hell will all be destroyed 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到深山去 而我们一末修行 何以我们能如此容易就得到这一世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人类面对劫难之来临 末节就要来到末节将毁灭全人类 劫难是怎样造成的原因是在此新世纪 多数的人们共盲目崇拜科学而不注重心灵的完善 人们相信人类的力量能超出大自然 科学是高于一切 科学是万能 科学能且一切人类之问题 而良心灵性 竟是宗教之名词 它永不能实现 人们不认识真理 真理是我们之良心 造心 真我本体 它不不灭 万不长存 它是主持 我一生之主人翁 如今世上的众生 大多数失去了真正的良心 他们造一切之罪恶 因此造成了空前绝后之浩劫 我们称它为末节 在此浩劫中 不仅全世界的众生 同时起天的大天 地府的鬼魂都要受灭灭 however, God, of whose essence we are created is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and does not desire the good will b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evil ones so God has provided that the doubt be disseminated among mankind and has sent the great teachers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the Uwe to rescue th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 immortals of space human beings and the ghosts in hell so that they may return to heaven together Buddha, Shikha and Bodhisattva the Uwe a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od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mitting the doubt to be three kinds of beings their duty is to manage the work called the last salvation the salvation is formless and soundless and the transmission is performed without preaching it directly points out the original nature conscience or soul of mankind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realize their true nature and thereby become enlightened 然而,是我們靈性的至高無上之母親上帝 是非常的慈悲 一不忍善惡巨憤 因此將下真道禀派名師 寄宮佛佛與悅惠 惠惠胡薩將士挽救三曹起天之大仙 世界的眾生 地府的鬼魂同返天堂 我們師尊師母 二位老大人奉老母的命令 真傳真守 孤獨三曹 他們的責任是半筆末後一收原大事 無力文字 叫外別傳 直至人心直至人人 不有之良心 靈性是人們見自信而成佛 當時尊敬 當時尊敬 nothing can save mankind except the true way which is the Tao sent from God that is why the Tao is widely propagated today to save good people ancient people first cultivated themselves and then received the Tao but today we receive the Tao first and then cultivate ourselves therefore after we have received the Tao we have to seriously cultivate ourselves then w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safe from danger escape from calamities avoid reincarnation and become saints and buddhas 当末节灵头时没有和他方法和解众生 除了上帝所降下的我已知道 因此现在大道普渡善男性女 古人是先修后的先修到然后才得到现在我们是先的后修 因此得到以后我们要正修到将来自然能逢凶化即落节 能够遇到生死的必然能够遇到世了 成圣成佛 虽然是比难逢生死的ここ仅仅是比难逢生死的 成圣成佛 虽然是比难逢生死的 成圣成佛 虽然是比难逢生死的 成圣成佛 Your ancestors have performed virtuous acts. Possibly you were cultivated in a religion in your previous lives. These conditions allow you to have an affinity for them. Without this affinity you would never receive it. 虽然经人比古人更易得到,然而亦是各凭各知,根基缘分。今天你们得到皆因与佛友人,前世有行善基德,祖先有德。也许前世有修过五大宗教或其他宗教。 因此使你们今天能得到,否则,将永不能得到。 - After Dao is the Dao.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have received the Dao today, but what did you actually receive? What is the Dao? The Dao is the sorry thing. Dao is the creator and master of the universe. - Before the earth and sky existed,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Dao existed. After the universe is annihilated and nothing remains, Dao will continue to exist and to create and control a new universe. - The Dao is limitless, invisible and formless. It cannot be seen, heard, smelled or touched and is beyond the power of human comprehension. Dao activates everything. Yet we cannot see its action. - It works without effort, yet nothing left and done. Man usually calls it nature. Nothing can exist without the Dao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s on it. Dao is God and our soul issues from God's essence. We are God's children. - 第二章蛇魔士道各位今天已经得到,究竟得的是蛇魔蛇魔士道道是天地人万物之母,道是宇宙之本人,创造者必及主宰者。道上帝,道是最贵神。道天帝,道是最贵神。道天帝, 都未有赤神。道也活跃璘化,道白 Look,道 anciikat,此则都未有之前! 道存在…而. beleza?道天帝のは完全滅到,道不滅.道能再生天地人万物。天- yea?道50。天以人万物 added woman to its human 으an,道其朱主。 - 치悲光神道非常 Flag is ederim道無形无相,視而不见,聽而不聞,不可笑、不可据或摸。 道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思议,义不可言说,一切皆是道所为,然而我见不到道的动作。 道是无为而为,然一切莫不是道所为,人们常称它为自然。 假若无道,任何遗物不能存在,因为一切都依靠道而的存。 道上帝,我们之灵品是上帝所赐。 我们是上帝之儿女,上帝是我们之天。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we call it Tao. When we speak of the ruler of everything, we call it natural law. When we speak of the animating and controlling principle of our being, we call it soul or conscience. When we speak of the creator of our soul, we refer to the heavenly mother in Chinese, she is called Lao Mu. All are left to be above are one and the same. 当我们从它作为宇宙之本源而言,称它为道,在它作为一切之主宰而言,我们称它为理。 当它在我们体内,使我们生存病之配肉体时,我们称它为灵性或良心。 因为它赋予我们本性,我们称它为老,这些名称虽一而其一相同,皆只同一物而言。 Now, what you have actually received is the Tao. Tao is everybody's true self. Today you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door of your mind has been opened. Now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ody is not your true self. The 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Tao within you. 现在你们的的就是道,道是每一个人的身份。 今天你们以的名师之典,开了心跳。 现在你认识了肉体并非真正的你,而灵性才是真正的你,那位无情无相的。 然而在支配你的身体的灵性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While you are alive your soul dwells within your body. As soon as the soul leaves your body you are dead. Your soul is from God, but your physical body is from your parents. You already had the Tao within you yet did not realize it. Therefore, you have had to search for it and have now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find a teacher who was able to transmit it to you. Previously you believed that the physical body was your true self and behaved accordingly. You were selfish, committing misdeeds, acts of violence, and overindulging in physical pleasures. This condition repeatedly led you into a reincarnat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Now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 true self is not your physical body but only used the body as a vehicle. You are not limited to this physical body. You are boundless.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because you have God as essence within you. You are full of mercy and love because you share of God as spirit. Most people today have forgotten all thes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know who they really are. Today you are regaining your conscience your true self. 每个人活是灵性发体。 若灵性移开,他立刻就死亡。 灵性赴于天,而肉体由父母而来。 因此,事实上,我们已有道在身上。 为何还要再寻求他? 还要有点传师来传授? 原因是我们已不认识他了。 我们以为肉体真我而不知他原是假。 因此,我们变得自私。 做了许多错事与罪恶。 为了使此色身享受如此时,我们坠入轮回中,遭受无边痛苦。 我们不知真正的我男是灵性。 而我们已不是景现于此肉身。 我们是无限的广大。 我们是宇宙之主宰。 因我们的灵性与老是一体。 我们的本性充满了慈悲与爱心。 因我们是老之分灵。 然而现代人们都失去了这些品性。 你不知他究竟是谁今天我们得到事的回珍过。 良心。 。 Chapter 3 What a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day you have received the three treasures? A. The heavenly portal be the divine mantra see. The symbolic seal A. The first treasure,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point where the teacher placed his finger upon your face during the ceremony is called the heavenly portal. It is the heavenly portal. The ode of your true self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the true self, soul, or conscience which is eternal and indestructible. 2. The portal of birth and death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door by which our own nature enters and leaves our body. 3. Confucius asked, who can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using the door? Why do people not follow this way? 3. The one in heaven is such a success. The one in heaven is 108,000 miles away. These words are the metaphor which actually means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become enlightened because the true teach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he Tao was not yet widely propagated. 3. Withou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seems very far away. 4. But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heaven is very near. 5. Today your teacher has planned out the way for you and you may now ascend to heaven with one step. 第三章 何谓三宝 今天你们所得之至宝 必可称为三宝 一玄关二口诀 三合同 一第一宝 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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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尿末 可知 门 玄关 点 传师 向你们指点 之处 它有许多名称 一点本性此是我本来不有的真我灵性良心 它是不悔不灭的 它永远存在 二点生死之门户 玄关 是灵性出入身体之门户 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游思道 也三点通天大陆佛经云西天十万八千里 此事辟语 已成佛事不益之事 因为明师难访 大造还未曝传 然而 明师经已指点明明路 你一步登天 四点 The main entrance The heavenly portal is the main entrance 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and not to the left or right, above or below This entrance was locked after your imperishable spirit entered the body at birth If the heavenly portal is not unlocked by your teacher, your true self is not able to It will have to leave the body by the main entrance at the time of death Instead, it will have to leave by one of the side gates A. The eyes, B. The ears, C. The mouth, D. The nose, E. The navel, F. The bird X. If your spirit leaves from the ears, it is reborn as a viviparous animal, such as a horse, pig, cow, sheep, etc. The eyes, it is reborn as an oviparous bird, C. The mouth, it is reborn as a creature of the water, such as a fish, a lobster, etc. E. The nose, it is reborn as an insect, such as a fly, a moth, a bee, etc. E. Navel, it is reborn as an ordinary person. F. Vertex, it is reborn as a wealthy and powerful person. Four. Four. 正門玄關是正門。 它正好位於當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 當靈性投入身體後,自門關閉了。 假如我們不欲明師只開旋觀,靈中時我們的靈性將無正門刻出離身體。 它只能由其他旁門出去。 眼耳口必渡其頸門。 如果靈性走旁門,亦由耳而出,者,來生方為開生之動物如馬。 豬牛羊之類。 二。 由眼耳出,者,來生方為卵生之動物如飛鳥之類。 三。 由口耳出,者,來生方為師生之動物如魚蝦之類。 四。 由一耳出,者,來生方為化生之動物如蒼蠅蜜蜜蜂之類。 五。 由肚耳出,者,來生方為平庸之類。 六。 由頂門而出,者,來生方為富貴之類。 上述路,者,來生死輪迴之路。 不能拖出生死之苦。 便傳師點開玄關正門。 這是通天之路。 我們不必再走四門。 不必再墜入輪迴受苦。 但是我們必須要珍修,否則,玄關雖開。 我們的靈性仍不能反天,因我們還是充滿罪惡。 靈性為罪惡所是不能自由從正門而出的。 五。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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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佛的代表上帝老,在典道之仪式中,你们已见到典传师以相助,从佛登引来一条精致向你们的玄关,然后借典传师的手指点在你们的玄关之时, 上帝一一的圣灵已点开了你们的心跳,照破了黑暗,现在你们可见到约翰之预言已经实现在你们身上。 六点,Sakyamuni Buddha said I have the great Dharma which is hidden in the eyes. This indic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heavenly portal. 六点,Sakyamuni Buddha,云无有正法,也藏词与暗示玄关之意。 Be the second treasure the divine mantra one. You have now been given the divine mantr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it as it will save your life. It is only to be used i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s. This mantra acts as a powerful spiritual distress signal to the divine forces much like an SOS transmitted by radio waves. It is to be projected mentally silently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cusing on the heavenly port and holding the symbolic shield with the hands. Powerful aid will immediately be sent to you in order to rescue you from danger. If you sincerely activate yourself,you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future. 二 第二宝口诀 清晶或五字真晶,一刚才传授口诀给你们。 还记得吗?请再说一遍。 当性命危险时,你才有此法,真晶,末口诶,有报和同,你将科被天佛救护,脱离危险。 不过,要注意此口诀竟能于性命为及之时方可运用。 假若我们真诚诚实实诚道,当然我们将受天佛之地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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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tra Connects Your True Self With God This mantra is without form, sound or color and is the essence of Tao, the underlying and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is mantra unites your being with that of the Tao forming a powerful bond Every great religion indicates this potential unity, but they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implement and effect it You now have this knowledge and are fa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 二心,經,寇傳心受有燈音,而達入無聲音,我知真心 有千經,萬點,而達入真經,真點,心經,心法,真空言,真本性,也 三點 The teaching is transmitted from mind to mind The true self, the I, the spirit, the mind all indicate the true center of man or real essence And original indestructible nature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ao The human being a micosm, sharing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crocosm Since he is essentially divine, man only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lign himself with The more pure and refined his nature, the more conscious he becomes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when he realizes that he is one with the Tao, he has become fully enlightened 三心安靠 傳心受 以老之心傳於眾生之真心 此者老的分靈之心也 C The third treasure, the symbolic seal one In Chinese, pa means to combine and to means all together The symbolic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hands joined together as the golden seal which unites us with God It is like a contract or mutual agreement which is the actual meaning of ha-toing between you and your heavenly mother It acts as a signal, password, or passport It is a spiritual instrument of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symbol with many ramifications 2 When you hold the symbolic seal you are united with God 3 The left hand is good so it is placed on the outside, covering the right hand The right hand is often used for evil purposes, such as beating and killing The right hand is placed on the inside because of its evil propensities and is shielded by the left hand Together the hands hold the word child which is formed by the two thumbs in proximity symbolizing the Chinese word hai which means child This hand symbol acts as a direct signal to God It serves to mobilize heavenly protection and causes the user to escape from any impending calamity 4 Let us quote some words from the Bible Matthew 19 13 to 15 Some people brought children to Jesus for him to place his hands on and to pray for them But the disciples scolded the people Jesus said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stop them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 He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and then went away This event illustrates the pow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ic seal At that time Jesus placed his hands on the children as heads and explained that this is the way to God as kingdom Today we hold the child symbol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re willing to return to God as presence 3第三 報合同意便合同之意合是合成一體 同是相同 合同象征老四與我們的均印 表示我們以為真人 我們首報合同表示我們要與老合成一體 同老一樣 是說與老合靈永不再分開 二點和合同 同同合 抱起合同 能避眼裸 三點 左手屬善當歪外 右手屬惡居內邊 此害相瞎懷中抱 能拖久大大截觀 四點 現在 讓我們弄盛 不知 與幼 人 孩子 們到耶穌跟前 求耶穌為他們按手祝福 但是使徒們則被那些人 耶穌說讓孩子們到我這裏來 不要阻止他們 因為上帝的國是與如此 此等耶穌 為他們按手祝福然後離開 從這件事 我們可了解它是對和同之一種預言 在那時 耶穌把手按在孩子頭上並說須如此方能返回天國 如今我們守爆海 並覺悟我們是上帝的兒 女姐 願意回返上帝身邊 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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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點 三點 十供 全 Antonio guarantees that the Tao is the true path and that the teachings are genuine. A Tao is also taken to guarantee that any money which you may donate to the temple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rinting books and other snowable purposes. 第四章,为什么银宝要利愿在点诗还未传道给你之前?有两个人做你的银宝诗先利愿,银宝你求道。否则,便传诗不可传道给你。 这两人保证你是好人,并发誓他们是引你入正道,并非左道旁门或邪教,他们并非狂红你的钱财,否则他们愿受天雷诛。 你奉献的功德经是来见佛堂。引善书,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用在私人用途上。 Cherfa, why should take an oath before receiving the vow? Before any receives the vow, he has to take a vow which states that he will faithful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principles of vow and will not reveal the secret teachings of the three treasures to anybody. 第五章,为什么要立求道愿?每个人在为求道前,必须先立愿,表白他将诚心报道,即不泄露天机三宝给任何人。 Chapter 6 How to save human beings Now you have received the vow which is ineffable, sacred and sublime. You have just been saved by someone, so now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spread these exalted teachings to y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urg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receive the vow. This is of great merit for because you are not only saving someone's physical body from disaster, but you also saving his true self from sufferings of reincarnation. Also you not only save that one person because, if he cultivates himself properly, he can also save seven generations of his offspring by his virtue. How great is your merit? 第六章,如何救度众生?如今你已得了大道至宝,你已被人救度,你也应该去救度别人。 所以请你尽量的度你家人亲戚朋友求道,让他们亦得蒙上天之恩典,此乃你莫大之功德。 因为你不仅救了他的灵性脱离轮回之苦,并且救他的色身脱离劫难。 同时你不仅仅是救了一人,假如他真修,他将能以他的功德来超拔九旋七组。你的功德何其大呀? NBRODUCDILANDUDAO.HTML 前天大造简介中应对照 HTTP colon slash slash www.alibrary.com slash category slash category 6 slash C63006.HTML Introduction to DL 先天大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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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应对照先天大造简介 以何谓先天大造二造 与我有什么关系 3求到4求到4求到我 有什么好处 具备什么条件还以求 6求到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是万物的运转,也都一定马则。 这天地真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不愿先天阿道。 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无生。 不灭,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味的探知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与万事。 五之星。 十一的四变相。 能处。 且,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方。 针对当时天之地以及众生的根气,留下仙精万点。 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食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君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先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拘现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这些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用。 不必是真与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先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为与宇宙至高无上的真有一个出路的宇宙。 有之,以爱天。 从天之天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惯,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万彻了三十三天万。 万彻了天经万典。 万彻了天法万法。 万彻了天教万教。 万彻了天佛万祖。 万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毕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国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什么关系造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 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使得我们人一师主宰。 在约信里。 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 因我。 我们不知道参求天地间的理。 更好回。 无认知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信里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可殊之处。 而是在于它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自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无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书的时候,而到的本体可妙用。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插。 不,不,不,但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果。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不空,空中,妙有。 有者,生,天生,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理无身,此生败无异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仍必须追求之。 三球,是球,是蛇星。 我们,存在,各地,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部也是一样。 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 在耳能听。 在口能言。 在鼻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事。 此其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生。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生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乃是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相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相貌的人。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这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有情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需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嫁祸。 对于真我和嫁祸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道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在野国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叫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嫁祸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坟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邪条和。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次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过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带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金万点不如异点。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超金月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他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死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不曰。 人人。 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自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 能有十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 是第一步。 这位的财卖在品中,受用不尽的福之义离苦的乐人生灾事,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与迷失了真我。 要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召回我们本有志真、志全、志美、志族人们,永恒有的真我。 在日常言情之中发挥真我,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至于志善,自然不会周遭的人,至无所左右,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不相随心转,还可以改变命运,趋及彼凶,朝向光明,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 二多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 甚至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挑战,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造成大气臭,不想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人心之变,散造了天灾人或连连人。 泪已为自己酿酿了一个空前的靠鞋,因此,上帝鸿恩慈悲,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挽救良善。 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这道心里良心在外人处世,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必能栽必结。 逢凶化即四世验这肾毒,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众就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终就成空,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毒畅谎。 是以智慧者又鉴于此,乃以操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因此故人为求操生了死,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得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先走后修,再求到过程中,天命明师一旨,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先赴予超生了死的保障,我得到以后,认识了真我,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方面,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事皆何余良知? 百年之后,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永享平安喜乐。 4. 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境灌溉它,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在此功利主迷们的黑暗时代,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更使我们机会以天善天下。 求道之后,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见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静其一生,精静不屑,而在日即成就证前日夜。 归天之后,必正圣贤果未无遗。 千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点玄关开,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千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 天天大道,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至极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千听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教法上的。 上街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自己的千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极意。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惠。 此智此惠是我的灵物的。 由先天带来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集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 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言。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集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妙能。 此知此觉能。 此用。 不言语文字。 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 动。 而生天地人。 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 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 万物万类。 时可分妙离。 不开其妙用妙能。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 摄若天离开先天大之妙。 妙妙能。 则暗心妙。 妙妙许。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若大抵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陪。 则片像丛生。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不难行。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 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智其矣。 摄若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的知识。 而是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当体即佛已。 不约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洩的大道复传于世。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祖上有得根基深厚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此外。 我们只想与至高无望的。 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 亦得到以后。 愿一名剂病施剑刀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 二得到以后。 愿以能力所提。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得到以后。 三得到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蒙芽开花结果。 才不致虚度这天在南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德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自己的因子对父祖先进大小。 而是考的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幽, 安寡, 独, 不老, 死苦。 反天, 堂, 勇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 有得欲六万年良成家齐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 我有先天根基身厚,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伺积天元。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伺积祖上有德。 我本人遇到丁宝师赌博得道, 赐佛缘以至。 也就是前生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 今生遇天奥将事, 一同得到修。 道, 此美佛缘以至。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直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就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 指出, 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差。 正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沾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道的生活, 有什么? 我, 我们又一下点来, 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止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 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见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 不止宗教,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和与印正。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 以良心经为最高危机的一个人。 华, 并中, 文化, 习时代, 精, 立 comun , 文化, 中国及价值观念。 这些价值观念 Sud 在自己,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专言上下功夫。 三,不照良心愿行,有和后果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爱在加挤我们良心语理。 而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求道后,所有真修实行之人,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求道后,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而自然改过向善。 。 四,圣凡兼修,真我之实践,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现今大道库传,并不要我们家舍业,到深山谷寺之中修炼。 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圣凡兼修。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一言一行,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就是真我之实践。 无由提升自己,而兼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解自身之提升,影响周遭之人事物,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驱沦丧之潮流中,匡正人心力挽狂澜。 如此必能早日时先天,也大道库传之中止。 即迷你乐佛的原词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佛。 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道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认道,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甜甜得道之后,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真修真评,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甚至一朝一暮,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批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上位求道或刚求道者,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以便定初步的信心。 以任何人,只要有求道,经过深诞天命之明诗点开玄观正门,传授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死后皆是身软如棉,面色如生,灵性有正门归天,东不品诗,下不复臭。 善有多知数日不变,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不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虽然出现在某些宗教中,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除性道不笃于反道贷得者,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 肉身即显似锐香,足可正其灵性以登善定,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其实是很脆弱的。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难免天灾人获得威胁。 甚多以求道者,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为情况啊。 成心使用三宝,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这种力正多得不可生数,无法在此依于力举。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就随着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而又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各位具有善真,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天生女士。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定。 分散售 D-A-O-I, what is D-A-O-I-I, D-A-O and M-E-I-I, what it is in D-A-O-I-D-dot, what do I get in R-E-S-I-D-A-O, what do I need to leave D-O-V-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D-A-O have on M-E-D-I-I, what can attest to validity of D-A-O-I, By what is D-A-O observing the cosmos and all the living beings consciously, among all earthly activities and phenomena, we will find the existence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re is a supernatural origin which guides all the ope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the galaxy,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beings. We call this source D-A-O. D-A-O existed before primordial time, and even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merge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it thereafter nurtures all the creatures and beings. Since it is unchangeable and does not evolve with time, it is the ultimate truth.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D-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to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D-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T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in and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ist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ve been prophets and preachers trying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each individual as comprehension. However, they all tried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o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reator and chief of the universe. It is God, or what we call Tao. As we get to know it more and more,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ffect covers every existence without any exceptions. Tao is actually the headwaters of all religions. It embrac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s. And yet, it is superior to the system of belief. It is the nature, the universe itself. Tao or Go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power of nature. It is also the headstream and superior to all. It is the unchangeable principle. Understanding Tao allow us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belief, but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rigin and the highest power of natur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relate ourselves to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To probe further, Tao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ll, yet it was not anterior, which means that the creation was embedded in it. Tao emerges into the creation, yet is not posterior, 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reafter limited. Among those created, however large, they can be measured, however small, they can be detected. It is only Tao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of its immensity nor detected of its existence. Therefore, it is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and leaves nothing excluded, and yet it can b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and leaves nothing not penetrated. It is ubiquitous. It merges into and governs all. It is in charge of the space, the earth, human beings, all the creatures, and all existences. 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 I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scriptures, sutras, as well as dharmas. 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 and it is what makes one a Buddha or a saint. It is the single chief of all. And, above all, it is in charge of each individual too.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ao. We should get to know it this way and rediscover our own invaluable treasure. So, to practice Tao is to revive one's own conscience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and to act upon it accordingly. Then, all people can be of one spirit, all nation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family, and the great harmony will come true. How precious Tao is. I-I-D-A-O-N-E the significance of Tao is in its immensity and ubiquity. Its mightiness guides the universe to carry on with changing, seasoned, evolving creatures. The countless aspects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seem so capricious and yet really in order. It is the divine self, the natural quality of a person. It enables us to see, to feel, to taste, to hear, and to move without learning. While we research the ultimate truth in the universe, we should turn in upon and see into ourselves to discover the divine self. We will find the rules that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complete the way we are. Tao is not something too far to reach, nor too mysterious to comprehend. It is nothing particular, but has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 We cannot do without it. Every movement we make, in order to see, to touch, to feel and to think, is associated with Tao. Consider how many wonders are hidden in our body, how delicately our physical functions are carried out. For example, when we shake hands, the components involved would include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s and muscles, the chemical reactions of energy,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nerve systems, and the actions occurring in our brain such as issuing orders, making judgments and analyzing situations. Even with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knowledge we have developed today, we cannot completely reconstruct such a function. Yet the ability to perfect such a simple movement is not. Therefore all individual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a person as knowledge and his slash her being a grown-up or a baby, a scholar or an illiterate, theses are the kind of abilities we come equipped with naturally, without learning and being taught. It sits within us and is unchargeable, it is. The Tao never minishes nor inflates. Worldly knowledge acquired through learning can be forgotten. A gymnast can advance. Her technique's immune live ring can use- slash her skills without practicing.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xtension are always in charge of the macroundiverse the Nature, and by chroniverse human self we are associated in consciousness the first day because it encompasses the whole nature within us we also call it native self dow i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us it needs not be worshipped nor debated over because its existence is unconditional regardless of race,colour,nationality,religion or status it is impartialand stays constant in receiving doubt we not only find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but also divine self we get to know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genuine nature in charge itself we discover the ultimate truth of the cosmos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of ourselves recognizing that the laws which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govern us makes us be able to return to our true nature to probe further the most essential concept in Tao is that we all possess it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whim and ability we were born with without learning or practicing it is one as conscience which is like the spirit of god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it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for a reason we call it genuine emptiness which mean that to be alone empty it goes beyond emptiness and can therefore have marvelous existence in it marvelous existenc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ky with omnipotence dow is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this almighty being i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 but also in charge of oneself so the proverb is dow is within self which is the drive of all one-ass abilities a physical body without dow is useless this is the treasure that we should all realize and fully explor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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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t is in detail when we look around the world we admire the miracles and wonders of nature coutless things change and move simultaneously every second and yet in order and in harmony so do our bodies coutless biochemical reactions and physical functions occur concurrently within our bodies without learning and thinking that comes subjectively the thousa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ppen within us are the extension and action of dow and altogether it is one single self it functions naturally and automatically without and for or intends to be involved this is the effect of dow within us dow is not only in control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 but also in charge of every human being in his slash her own actions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same source that governs us as well as everything else dow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but it has been working out its magic before day one where language cultures religion scripts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 were developed they all originate from dow functioning within us people don't you realize it is dow that has been residing and working with us and have used soul to represent infusing and yet irrefutable being because it is eternal and intangible we also call it true self this true self is the most abundant brilliant and imperishable being let us take a look at our tangible body and see if it can be the true self we knew the pictures take in throughout one ass life show different faces and expressions we recognize people by face but our looks change and are not permanent the handicapped with impaired arms or legs can also lead a complete life one with a transplanted animal heart is still hot human being even our brain cells keep decreasing and changing every second from the moment we were born therefore the physical body is only the interim residence of the true self though it seems so real solid and alive it turns into dirt eventually we call it false self because of its tentative and transient nature by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self and false self y under and the reason and importance for us to receive thou l luckily we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thou and learning the three treasures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straight forward yet profound the meaning and details of them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rite of receiving thou here we only discuss first by receiving thou the true self gets plumped out it leads to our conscience upon the time when material pursuance surpasses spiritual seeking giving up true self only makes us a walking course in order to fulfill and satisfy the sensational desires of the false self we may commit wrongdoings and harm others eventually creating troubles for ourselves our inner conscience is identified and enlightened by receiving thou thus the body gets to a work with the spirit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harmonious way making our lives joyful and meaningful second by receiving thou how the front door or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gets opened it leads it leads to conscience mercy and wisdom when we leave house leav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if the front door is locked we may have to leave through the back door or even by breaking the window or jumping off the balcony we may fall and get hurt by doing so the body is like a house and our soul is the master who lives in the house one day when the body is aged and depleted and the soul has to leave we can imagine its horror if it cannot leave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is is the pain and discomfort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at the coming of death and after death as we know for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dying their body shows stiffness and signs of helplessness and confusion after we receive thou the door of life and death will be opened being able to receive thou and be three treasures while having the door to heaven opened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and the thou that dwells with us we are going to treat people and the world with conscience and make our lives more meaningful we can transcend life and death within a hundred years we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where we came from therefore the heavenly dial is also the way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to probe further the enlightenment of dao is superior to studying thousands of sutras this is the value of dao the enlightenment of dao opens the main gate the front door which is the entrance to heaven it gives us the guarantee to be exempted from rebirth cycles and to reach eternity the superiority of this enlightenment lies in that it surpasses buddhas and saints it exceeds the opus sutras and dharmas and transcends the universe dao is therefore source of all sutras king of all dharmas mother of all buddhas and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transcendence of rebirth cycles leads to eternity being imperishable dao never deteriorates and we have never lost it at all thence dao is the direct way back to heaven id.what do i get in re c i b in ing dao as mentioned earlier by receiving d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gain more wisdom and find the door to heaven in addition to these basics we also benefit from the following for our lifetime a being away from sufferings and closer to happiness the troubles and worries we face in our daily lives mostly result from our disregard of the true self receiving dao helps us to recognize the dao that has been dwelling in us and to restore the beauty of the true self so that our behavior and mind is free from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earthly pleasures and being swayed by the losses and gains of the material world s s our minds are cultivated spiritually devils would not approach and get close to us thus our fortune can be altered from bad to bright and we can obtain real joy the being away from disaster and calamities dao has been passed aid on through the rations to one single mast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the threat of patchweaves through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in ch and in over in recent centuries human beings had been trapped by materialism and a weaker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wars promp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ful lethal weapons in reviewing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 we realize in just less than one hundred years had the maj world wars which caused numerous killings and tragedies the ab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destroyed the ecology causing damage to the ozomosphere and the unbalance of the climate the threat of human beings minds has called the natural disasters to come human has created calamity god with his mercy make available to every in to s save good after we do with the true meaning of dao in mind we will be conscientious we can use the three treasures whenever something dangerous and incontrollable happens to u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encounter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encounter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bad encounters life and death life is a mixture of happiness and bitternes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of life we experience birth grow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joys are momentary and wealth is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 rather than seeking the pleasure of materiath wise use of lifetime search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and eternity in old times doubt could only be received after harsh self-cultivation among the hermit looking for or the master in order to receive dao only very few could obtain it whereas in the century dao is allowed to be sprea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authorized masters to the truth seekers the mast point out the main gate of life and death assuring the completeness of our true self with the true self as our guide which keeps us away from evil and greed it helps us think speak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our conscience and intuition death then becomes the return of our soul to the eternal and peaceful home where we came from thus we will have lasting joy the achieving sacred beings the enlightenment of dao which reveals the true self is like the planning of the seed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grity through self c-u-l-t-i-d-a-t-i-o-n-n self improvement the nurturing of quickness and purity will blossom and produce fruit of sacred mind and eternal life in time of overwhelming utilitarianism dao is the lighthouse to the truth receiving dao and then calvating yourself not only oroo the hooo the opportunity to better the world after we receive dao we act upon our conscience and care for people around us we cherish dao and disregard personal disadvantages then we make an effort to spread the message of dao to the world 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from it we are devoting ourselves to the work of god and certainly will achieve spiritual perfection in both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our lives to probe further the supremacy of dao is based on the heavenly decree of god by which grand masters can perform the passage of dao the enlightenment of dao from grand masters directly opens the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which revives our divine nature it reveals that heaven is not beyond oneself instead one as true self merges into the entire universe this is the supremacy of dao 1 with the heavenly decree the enlightenment of dao is extremely profound and marvelous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expressed by any words of languages it is not recorded on any scriptures or sutras it cannot be described by preaching nor can it be acquired by human intelligence nor derived from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nor achieved from gifted talents because the above mentioned all have to be created and can be elimin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not last forever themselves they all bear partiality and cannot be applied universally hence they cannot surpass life cycles nor can they reach eternity 2 the wonder of the effects and omnipotence of dao is beyond words it is the wisdom that does not come form learning it is what we acquire from god and possess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same divine heart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is conscious the holy heart it is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the spirit of god 3 dao is too marvelous to be described it makes us know without learning and function without practicing it is a prior wisdom perception potency and ability and ability it acts not constrained by words or languages it functions without thinking intents intents or even actions however it can create the sky the world the human all beings and all existences all these after being created still cannot carry on without dao even for one moment dao is therefore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for about dao 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wouldn't he have been in order the sun and the moon couldn't he have illuminated or revolve properly then the yin yang energies wouldn't he have circulated and as a result this world wouldn't he have been suitabl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 five without dao the five primary elements of the earth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soil wouldn't he have been balanced and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 which could have put the entire world in chaos moutains would have collapsed lands have cracked and oceans would have dried up likewise this world wouldn't he have been an environment for us to live in six without doubt we human beings wouldn't he have been able to walk to see to see to hear to speak or to move our physical bodies would deteriorate quickly into a pile of soil in a hundred days 7 if one really comprehends the effects and ominous about how and can practice accordingly and persistently 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and be united with god this is the absolute truth it is a glory and marvel beyond description therefore it not after death that one becomes a buddha it is when one is still alive that one achieves being a buddha and to be a buddha is to revive and hold on to a one as divine and original nature this is what we benefit from attaining and practicing dao b be what do we need to receive dao we have discussed the many benefits we obtain after receiving daob some would wonder why there is so much given to us of course we should realize it comes from god as grace toward human beings this allows doubt to be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at the approaching of the worldwide calamity people with merit and conscientious mind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bout dao and the way back to heaven Paul is whole true the people of the f resing dao dera from the treeofrighteous ancestors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assage of dao it is required that we make promises to god that day after we receive dao we will keep in mind the true meaning of dao and put it into action in our daily life what we speak and what we do will all be based on our conscience be after we receive dao offer those individ induos to day out to mor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all benefit from the grace of god see after we attain the three treasures we promise not to tell them to other person the three treasurer can only be transmitted through author mass front God if we reveal them to any person of the person they become invalid to the person and we also defy the heavenly decree all the promises required are reasonable and achievable it goes with our nature if we practice and keep the promises we'll be able to become a wiser and a better person we will become merciful and nurture the good seed of doubt planted in our mind one last thing to mention i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e are able to receive does due to the good deeds of our ancestors therefore therefore as we persistently practice dao our ancestor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it and so will our descendants as long as you are prepared for the above mentioned you are qualified to receive dao no matter what nationality race or religion you belong to notes in order to be exempted from the rebirth souls to avoid the ordeal of hell to alleviate the suffering and misfortunes in our lives and to be able to return back to heaven after death and enjoy permanent happiness we have to receive dao and the general qualifications are 1. to be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to b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born in a time when dao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2. to have sold the seed of virtue by helping many people and offering lots of charitable services in previous lives this is the divine affinity with god 3. to have ancestors with beneficences and welfare work as hell 4. to meet the introducer and guarantor who indicate way to attain thou to me it is very likely that in the previous lives we did charitable services together or we sell c-u-l-t-i-d-a-t-e-d together in the same religion so, in this life when dao is available we can help each other out and practice dao together again so time is right for dao due to our divine affinity b i what impact does receiving dao have on emmy as we mentioned before and like the old days when hermits had to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receive dao through meditation and self-cultivation dao, at the present time can be received in a way that s applicable in conforming to our practical needs we don t have to give up our lifestyle in order to attain dao by the grace of god dao is intend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public at all levels of occupations and around the world rather than being limited to a privileged group of people the impacts that receiving dao can have on our daily life a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in receiving dao creates no conflict with any religions dao governs the universe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it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ny religions it is concordant with all religions in the sense that religions preach the awareness of consci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truth we don t need to give up our religion in order to receive dao on the contrary by receiving dao we will hav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the conscience becomes our ultimate guidance due to the variations of culture s customs, backgrounds, legislation, and value systems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universal guideline for all of us to follow in our daily life in receiving dao the main commandment is to act by our conscience the true self rather than by literature we should be sensitive to conscience rather than be familiar with the laws c we will voluntarily keep the promise made while receiving dao through receiving dao we are not our conscience or true self but merely the opening of the door to wisdom and mercy therefore we restore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inherent in us 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originating from our conscience there is no external force that makes us keep the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that we made when we received dao the only force comes from the guilty feelings that result from our misbehaviors which reduces the stakes we make the practicing that can accommodate our worldly affairs the fulfillment of practicing our unconscious awareness does not have to be accomplished in a temple or church it is not required to abandon worldly belongings or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attain the ultimate truth chendom the individual can still have his slash her family, career, and schooling at the same time as long as we keep in mind the basic guideline we should have are practicing dao and getting closer to our divine self we will make a better world by improving ourselves first after we receive dao by realizing the true self and what we are the feeling of joy comes to us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our spiritual life will affect people surrounding us by interac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will make the world better with lower crime rate and less pollution the wish of matreya will finally come true to turn the world into god as kingdom and make people all live in harmony dii what can attest the validity of dao dao due to its completeness and generality regulates the totality of all beings many people after receiving dao with their wisdom faith and devotion realize that dao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governs all things they comprehend truth the universe not only through literature but also through daily living and nature their faith in dao becomes strengthened and they move forward in their spiritual life however for people who haven't he or just received dao dao can be confirmed through revelations a anyone who has received dao with the front door open shall die peacefully one proof of this is for those who has beved and died their bodies remain soft and their faces vivid s the soul leaves the body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e corpse can actually remain eroded for a few days with the most advance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however it is a fact that an alpina this has happened before in some religions very early for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dao this kind of testimony is ubiquitous and last they have committed serious sins and corrupted their own mind this can prove the soul has each day the ultimate harmony be being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things on earth human beings are none the last week s we are subject to unpredictable accid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re had been many people who encountered danger used the three treasures with faith and got away from the danger or reduced the damage to the minimum testimonies of this kind are numerous the above to mention are rarely heard of and difficult to believe but they are the immediate security given by god once a person has received dao thereafter with each individual as faith with acumulation d well you will come and know this more and more and more it is up to you to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this treasure i hope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dao experience it in your life achieve ultimate perfection and realize eternity 毛山道士求道祭在天的傳 傳道歷程中 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難度的一部分 香港有一位信道 清最 道士分虔誠 一家大小都是道清 唯獨無法度他的哥哥求道 因為他的哥哥是毛山道的傳奇人 他的哥哥學道術已經到了可以知道 過去其未來發生的事 切一幅睡其眼後可以看到靈界鬼神 和直接與鬼神交談 因此任他弟弟說破三寸不爛之蛇 也說不動他來求道 因為道士無情無相 沒有有相的法術可以折服他 有一天戰長天因為要抄達父親 於是告訴他哥哥 戰長庚你不信道沒有關係 但是今天要抄達爸爸 所以無論如何你一定要來 千辛萬苦地把他哥哥 拉到佛堂 原本希望他順便求道 但他哥哥死也不肯 沒求道不能進佛堂 只好讓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裡 莊嚴肅木的超伯儀式開始 在戰長天前城地頂著他父親的名仙 跪在佛前 心想中於能為父親敬點笑道 見傳師呼仙時 在佛堂外門口出的支裡也呼叫他父親的名字 這儀式叫呼仙 是呼叫王陵敬佛堂 以授明師壹指的儀式 這時站在佛堂外面的站 長更親眼看到他父親身佛屋 會破爛的衣服 滿面掀血靈裡地走過來 他依時興奮拉著他父親的手持叫爸爸 爸爸然他父親理也不理 甚至不看他一眼 把他的手甩開就走進佛堂 他父親是在共黨距離 會共黨佛大者 還記得父親在共黨中 便是這個模樣 經過了那麼久 一點都沒有改變 不一會兒抄疤疑是結束了 他又看到他父親走了出來 但卻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 臉上的血幾不知怎麼也不見了 全身散發出一種和血的光滑 他又上前去還他父親 他父親不理會 他又拉住父親的手 父親還是把他甩開 而這位榮聖傑慈祥的天人騰空而上 不久就消失無蹤了 原來王靈德道後 便有先佛來接引之回禮天 這位毛山道士 在親眼目睹了父親王靈德道歷程 不得不相信天道 雖沒有神通法術 但確實能超生了死 於是急急忙忙地衝進佛堂我 要求到我現在 要求到每個人都以為 他在開玩笑 剛才勸你老半天口都說乾了 多捨你 也不求 怎麼現在突然要求了 於是他將超拔 使他在佛堂外所建造的一切從多起 他們 你想 他 真的要求到了 戰場天星追動 不易 一方面興起他不輕易超生掉死 另一方面 他哥哥 終於又求到了 變傳師即為 這位熬山道士準備辦到 他終於跪在 穆米勒祖師面前 佈入 米勒慈悲的道門 而當 團師 完 寶石 他 他 竟然看到 神音 菩薩現身 藉著點傳師的肉身來點道 他驚奇的目瞪口呆 突然說 等一下 他們以為他又反悔不求了 沒想到他說 這麼好的道 我要把全家都帶來一起求 於是他立刻趕回家 把全家大小都帶到佛堂來一起求了這個珍貴的大道 求到以後 他深刻體認道道樹 雖然可看別人 看不到的 可以做別人做不到的 但卻不能超生了死 學了一身道樹 而脫不了輪回 學得再多再經都沒有用 所以不久 把他的圖子 喜孫們 都帶 到佛堂 一起求到 從此 迷勒門下 又多了一匹 生力軍 資料來源 www.facebook.com slash permalink.phpstory Underscore bid equals 433,827,780,129,295 And it equals 100,000,562,308,700 庄子新增了五张新相片 五月十五日十二点零分 是老天是否存在天不仁 这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 又为天理 那其在 也是 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 天厌之 天厌之 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天 就会唾弃我 唯唯乎 唯天唯大 唯大啊 只有天最高 大天 孔子 孟子思想中 天自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将大忍于私人也 必先 必先苦其心智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于动心忍心 所以动心忍性 增义其所不能 向明约道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 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 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叹齐天不从人愿 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的说天里朝朝 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 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 存在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和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 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派出 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不是 是也这他造的 凡你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借他 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一一三圣经创世纪1.01分 Till the five general one colon one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eral one colon two 必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ral one colon three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ral one colon four 神光 是好的 就把光暗开了 general one colon five 神称光 问周恩 唯 夜 有 晚上 有 早 晨 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 阿拉万物之 真 在 明明上帝 无量 清 虚 至 尊 至 圣三界十方万灵 真宰老母娘 明明上帝 老母娘 生天 生地 生万物 为天地 万物 生灵 之 真 主宰 又称 无 生 老母 又称 明明上帝 上帝 当知道 我们所 敬奉的 真 神 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恶真 两个字 两个字 和上帝 两个字 因虽不同 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知 为丧尸 刻配上帝 珠子说 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 按形体而论 就叫做是天 按主宰而论 就叫做是地 即是诸子和橙子 两个讲解 和真 神 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 就可以明白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就是古年间的圣人 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替邪归正论 第五六 老母娘清静 经云 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 未有天地先有此道 道德经 守母章第五十二 天下又是 一为天下母 帝德其母 一知其子 父守其母 陌生不代 黄母训子师界 三界为道 独尊 我独尊 生克制化老身份 三界十方母为主 养育圣法灵 道 一 一生 二 生 三 三生 万五 道 创天地 而与天地 同在自信佛 即是灵 看不见抽象 但是他却 存在每一位 十方善知识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 我与自信佛 主耶稣对物神说 正如你父爱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 十一 道德经混成章二 主 不 不混 天天 一生 即西辽 西 独立而不在 周情而不在 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约道 常为知名 约大 大约 是 是约远 愿约返 不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一大 欲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人 大万君之 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 以尊为大 在各处 人 地 奉 我的 名 烧 香 马 拉基 书 一一一 老子 约道 大天 大地 大人 一大 道德 经 会 成章 第二十五 皇母 老母 娘 即是 无极老母 无极老祖 无生 老母 皇母 天赴 天上的 父业 何华万君之 耶和华 神上帝 真神 阿拉 阿拉 真神主 真主 造物 主为皇上帝 明明上帝 造真理 老母 娘 词 许 明明 零零 一殿 光上帝 赐 而真 宝 藏 无量 慈 怀 传 一旨 心虚 大化 救援 皇 至尊 无上 威 零 礼 至盛 心 法 父 贤 良 三界 法 与 慈 云 不 施 方 目 老母 娘 万 灵 归 跟乐 欢喜 真 宰 无 违 天 堂 老母 娘 上帝 阿拉 万物 之 真 宰 明明 上帝 无 量 心 虚 至尊 至 圣 三界 十方 万 灵 真 宰 一殿 明明 上帝 圣 好 之 义 以明明 是 代表 先天 傳 光 明 本 性 所以 明 不 明 是 月 象 界 的 明 是 内在 的 明 超 月 现 象 界 的 明 为 天 命 内 在 的 明 为 人 人 具 主 的 本性 良 知 上帝 及宇宙 的 最高 主 宰 他是 诸 天 神 圣 三 是 诸 神 之 本 也是 宇宙 唯一 至尊 的 神 他 不 但是 灵 性 之 根 源 也是 创造 宇宙 生 于 天 以 运行 日 月 掌 仰 外 物 的 大 主 宰 在 人 而 言 亦 亦 无 人 本 聚 之 本 性 良 之 如 碧 遥 之 大 人 愚 顺 之 大 小 下 宇 之 大 公 文 王 之 道 德 周 公 之 大 才 老子 之 感 映 孔子 中 属 世家 之 能 敬 耶 苏 之 博 爱 穆 盛 之 清 真 官 音 之 道 慈 世智 之 喜 舍 文 书 之 大 智 普 賢 之 大 行 弥陀 之 平 直 官 盛 之 刚 正 淳 阳 之 虚 明 五 慕 之 精 中 等 十方 众 圣 三 世 诸 佛 一切 奥义 妙礼 无量 智慧 功德 神 通 妙 用 全是由上帝 的 性体中 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 性体 尽虚空 天 法界 我们所 看到的 一切 所 看 不得 一切 全是上帝 所 变现的 所以 我们 时时刻刻 都是 与上帝 同在的 上帝的 灵光 大 而 无极 但为 天 地 笑 不 美 细如 路 无间 人 是 月 星辰 央海 景 群 白云 虫 与露 霜雪 一花 一木 一草 一干 宇宙 森 罗外 象 悬在上帝的性海中 无量 心虚 形容 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 无量妙形之本处 无量功德之源头 是真空尿有 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 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的 尽贡其德是圆容完美无缺的 三界十方 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 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 尚想 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发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 再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范围天地老而内 一起入无间 为万有之本源 外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宗时 在传统道场义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主同明明上帝 具有情义云 上帝 为万苍生生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 再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 其本体尊重其位景 凤其得宰主其尊用在万灵 便不衡用在 补补言为犯其 其形容其大说明 其乡明明上帝母字 与母同应同意 自行于补母字下 母字的形意 一点中中是天之淡 代表体是阴阳 代表用 体用何一位母 有体无用则是空有 无体直下大积 积用一体 体用何一体是佛也 二点点代表无极 点代表真如本心 三点中天拉直透出圈外 表示超乎太极之外 贯乎太极之中 四点母字正转就十度 表示先天灵性之母 先天母 内外灵主宰 灵性之母 清无形 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 代表用 从代表无极 动生阴阳 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 极图各教圣人对 祖母娘的尊称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 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中庸 中庸交涉之礼 所以是上帝 天命之畏性 诗经小雅 明明上帝 昭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 如 无二耳心 书经 书经 汤告为皇上帝 将忠于下明 若有恒性 二点 佛教大日如来疲独 遮纳无声等 法华文句 会本法身 如来明疲独 此番 已 片一切处 贪经一万品 若物无声 顿法 见西方 只待差 诺 大日经书 亦云 但应疲独 遮纳者 是日之也 明 及除 安 片 明 之 亦 同时 六约 悔 以独 那 者 日 也 如 世间 之日 能除 一切 暗 明 而生 长一切万物 成一切众生 是也 经 法身 如来 逆 复 如是 不 以为 欲 也 三点 道 教 无 道 无 及 天 尊 等 道德 经 有物 混成 先天 底 生 及 稀 辽 稀 独立 而不 改 周 行 而 不 再 可以 为 天下 母 无 不知 其 名 自知 约 道 天下 万物 生于 有 有 生于 无 四点 叶 叫 真 神 耶和 华 天 主 天 父 上 等 圣经 创世纪 上帝 照 自己 的 形象 创造 了 人 无 点 会 叫 阿 拉 真 主 无 可 蓝 经 眷 一奉 大人 大辞 真 主 之 名 六点 先天 大道 无 生 老 母 明明 上帝 无 量 清 虚 至尊 至圣 三 界 十 方 万 零 真 仔 真 无 蓝 经 如果你 问 他们 谁 创造 了 天 地 智福乐 日月 他们 必定说 真主 二 九 六 亿 如果你 问他们 谁 从云中 荡下雨 水 而 解 雨 水 十 一 死 得 大 亿 不 活 呢 他们 必定说 真主 二 九 六 三 真 主 古兰 经 他是 真 主 是 无 一 的 主 一 二 亿 真 主 是 万物 所 让爱 的 一 一 二 二 他 不 生 也 不 被 生 一 一 二 三 没有 任何物 可以 与他 匹敌 一 一 二 四 真 神 到上帝 生 命 在他 头 这 生命 就是人 的 光 内 光 是 真 光 照 量 一切 生 在世 上 的人 这 等 人 不是 从 贤 弃 生 的 不是 从 情 玉 生 的 也 不是 从 人 异 生 的 乃是 从 上帝 生 的 道 成 乐 肉 身 不在 恩 中 天 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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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诸天之上,为外灵人在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实着舞动的能量。 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亦无所有。 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 斯瓦米为达帕若提斯瓦米辈巴尼。 这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所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赐在我们里面。 何处? 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 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 福音书作者约翰。 神上帝,老母娘的灵赐在我们里面。 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 创造人时,耶和华神又抵上尘土,造人,生亏在阿迪国里,就成恒乐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275,教禅道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静平主人翁真主人真儒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狐独玄聘住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迪牧、亮牧迷牧之地等等。 基督教掩石自驾用或施起窄门等等。 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法体体物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各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师之典。 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的重点。 正义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清,十项无相为妙法门。 无力文字,教外别传。 二佛在灵山墨述。 二佛在灵山墨远求灵山,再入心头。 未有的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 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 年花是重。 世时重皆莫然。 为家设尊,不言为孝。 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清,十无相。 将为妙法门。 无力文字,教别传。 父主摩和家设。 世尊至多子塔前。 宁摩和家设,分座定座,以封协离为之。 遂告无以。 以正法眼藏。 密附于汝,汝当户时。 吴登会人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 诸僧前离,必修三一之一。 华译为众句十一。 又称为大一。 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 是座大法会。 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团为能集会主义。 三。 不注释。 足以夹杀得为。 不令人见。 未说经纲经, 至因所。 不而生其心, 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 不离自性。 岁起祖言和其自性。 本自清静和其自本不生命和其自性。 本自举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未会能曰,不是本性。 学法无矣。 若是自本性。 见自本性。 即明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弱亮。 全身就光明。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赵圣经兴全。 中英对赵圣经兴全。 宅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印造灭亡。 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赵圣经兴全书。 中英对赵圣经兴全书。 宅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因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台中国企机殿会中华明国众会二零零一。 中英对赵圣经兴约。 to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 台生耳牛马羊狗之类。 乱生眼鸡悲情之类。 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 化生乙马乙蚊虫之类。 弥完弓弓弃天神肚琪在世侯。 不开为人,任母归根修道。 墓底再以苦的乐为有。 任母归根。 方能超生了。 死生登圣玉贤观。 永脱苦海。 母字垂悟,叫黄母。 慈世这恩师意志点。 沙身难抱。 崇如山恩似海。 实际心怀弱。 不受失智的。 怎脱苦。 又怎能了生死受。 保在上操阻。 下颖孙全平之吏。 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 黄母十诫第七诫。 五交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 一点目。 罕默德·可兰经文难表示。 素败真师败熙。 一、二点。 耶稣基督圣基空是玄真义。 赞美诗子作歌。 三、三点。 派上老君道德武。 天位严靖。 素败功成早归根四点。 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 如然自在。 四个五奸孔老夫子。 雄神之化之奇子。 定中安绿剑本原古人云白藕。 绿叶红莲花。 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社。 人发信仪, 得了翘苗回老家物。 又奔墨。 叔有忠使, 知所先后, 则尽道以,信教不爱修道,在以,有信道,反悟修道,本末道是,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命东郭子问于庄子曰道,呼,子曰,不在,东子曰,其而后可, 庄子曰在楼里,曰和其下也曰在提,拜,曰和其欲,下邪曰在瓦屁,曰和其欲,甚邪曰,爱是,你,东郭子不应,庄子曰不自知也,不及,正我知,问间, 是旅系,也,没下欲旷,如为莫比,无忽逃悟,指道若是,大言亦然,真贤,难者,一名同时,其之意也,方子,之位有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生, 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殉子师姐,一姐,一当初天位分混沌,为叛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亦还救六亦,能佛奸天, 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宜真,边极乐,不任消遥,随意玩耍,成青龙,跨凤, 无量甘典,不惧寒,不惧,无无数无,管无应养无对, 最代至李纯然,侠无事,任偶游先天妙景门眷来或下棋或将情谈施的事, 仙桃点穹将玉已穿的事,灯云鞋先衣先衫,老母娘的心生, 二,论无极为,圣玉至善宝,静静而英通,万化万类根, 自从那交此,会气数以报为母,我命欺佛至李昆前,万八再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再至丑, 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故至星斗逐气,将宁为底浦海山川至宁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云, 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即动红即前五,娘的心生三道极, 李笛即到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灾自无入有其道妙, 是神千亦难尽言天即成地即利,万物七备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结为母, 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救六子七将,凡尖屡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凡一次,不肯治,凡无奈可为母, 我造下谢酒三山脱红罪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石, 起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 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四为我, 悲碰类原子乎患尔众等速冬奔末要点如如若是先一邪交与外等二个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蛇寒, 原地愣恶了失踪脖子引全众佛自如若回悲哀悲叛, 问母我,至何时方大家还母言达三其末, 大开谱度清烧书清记性清度佛缘将道, 乃为救良善,将劫乃未收恶, 杀类已于盼子归, 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生, 末节时期, 八卧经验教圣法前, 不畏考验监守愿解共赴龙华, 极乐不任逍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华彩凤无量尊言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 任逍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 化作彩色凤黄任意去来, 献献无量尊贵于庄言, 无惧寒不惧属无数无, 管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里天无寒属冷热, 总是恰是温度, 无惧无数, 亦无阴阳之对待, 只有纯然一环底气, 立天已跳脱立切阴阳对待, 故无因阳寒属之分别对待, 自性至理纯然, 扑达无碍, 故无数无管, 狭无事, 任遨游仙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当行谈侠, 无事则任意遨游, 观赏仙天美妙景致, 或下棋于乐或谈情消遣, 离天之境无闷眷之事, 巨凡有切活动随之之事, 一者乐而为之, 吃的是仙桃, 熊鱼, 穿的是穿云鞋, 仙衣仙山吃的是仙桃仙果, 喝的是熊江寓意, 穿的是仙衣仙鞋, 桃盘桃之果实, 亦称仙桃。 盘桃石周继东海有山, 明度所山, 上有大桃石。 盘去三千, 云羚牧五内 flavor van 77 仙 peoples象, 以仙桃四颗羽地, 必识则收其合,欲众之,母曰此逃三千年一时,终下帝伯,众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致善宝尽境,而因空万化一尊,原理焉是善。 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将欲,此递至虚致敬,感而随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 自从那教子慧气数以道为母我命其佛治理,昆前一元十二,慧子慧开天丑,慧屁地盈,慧生人卯,慧臣慧四,慧五,慧慧慧身,慧人灭,有,慧地灭,须慧天灭,害慧昏顿美,慧恶一万零百年,一元共识,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治世,三佛收缘,七佛治南,十二,六,六年,当生,佛四千八百年,祭一万零八百年,卯慧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成更佛七千零八十年,祭一万零八十年,祭一万零八十年,祭一万零八十年, 十二万零八百年,臣慧西北方,甲五佛五千两百八四年,东南方,也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祭一万八年,四慧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福西 世代理佛五百年,祭六千三百年,五,慧中三佛收缘,然登古佛清阳琪,掌天盘, 伥老师 interference HD 掌天盘 伥 佛 季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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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阳 记 掌 天盘 龙 华 很 碓发 再 祭 术 天 事 成 就 又 再 事 丑 还 满 帝 事 完全 子 惠 开!��危 temp 一万零八百年,天成 就 丑 会 启平 以万里八百年,必完全至位会树井,至至远目,会员灵收回,又会灭地,须会灭天会,重回火星,增围,天盘,心动,勇气,将宁为地浦海山川青青之气,上升则为天, 漫天布满着河汗星斗,似为气界所居之处,众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卓之气所凝结而成,卧乎穿,似大乡计,所居之处,智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 阴阳和阴云,万类生犬子会开天,丑惠屁,顽阴阴,二气之盼,阴晦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叶,相交替,阴阳阴云而欲生万物品类, 四即是天天妙开辟之本,无即静态即动黄即昆贤,四即是天天妙底,开天辟底之本人, 无即主静,属礼天,太即主动,属弃天,黄即主化,属向天,道即礼底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礼,礼一事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 道本虚灵,能生一,应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即生太即,太即生两仪,两仪生三财,三财者天,地人,万物应之而生, 生化万物图 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LCC backslash LCC hyphen 2 backslash 意图像即,生化五万点 JPG 天即成地即礼,万物其被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即即成,万物以其背,这就是向天,亦称作活是解堪苦是苦哈,死汗,东土,能赠名称,不一而足。 是,被犯帝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 那时,结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赢,会需要人的生。 直击指,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九六元采佛子,一骑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 屡次的差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凡一次,不肯治,凡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 未来一次,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 无奈何为我造假写救,三山脱红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假写救,在三山脱红罪了。 本是佛菩萨的圆胎佛子,设一个大仙石起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石,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先衣先鞋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念,又不见先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先衣先鞋。 为娘我悲痛累乎。 恩儿等,宗恩末在,恩老母娘,恩会要与众缘开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吐而去。 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若,若是先衣先鞋交与吾尔邓尔哪个,义故肯在世林凡老母娘,若把先衣先鞋交给原胎佛子,则就没有一个肯将林凡间流下来治理世界。 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 吃松脖子和隐心全到了凡间。 若天气寒冷,就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遇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脖子吃。 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致时。 不把团。 佛,听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要失了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叹息。 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达三期末,大开普渡,听烧书。 听记信心度佛缘。 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佛字。 告回诗路。 当心,黄母,母训此,诗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黄母梢书信,祖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心由一非大方。 母亲,夜河,和同父与,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缘开佛字。 众缘开佛字。 心中有,存精疑,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佛,如此。 以悲,悲于谁。 下额,同,缘。 佛,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可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原夫自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 栽亦然从此。 黄母之缘开寺。 向东土时,而去。 典至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 并传地人间烟火。 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 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尖子,恶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唐里,白布封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不。 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祥。 而暂时苦心,难安自三山脱一别到现在。 须,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盈慧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叠千苦一叠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无。 将到差三佛伴末后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 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拆遣三佛伴末后一卓的普渡收缘。 三佛然灯不佛。 释迦牟尼佛尼勒佛。 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阵里时修一礼。 不依人修道。 认止真依人已出错。 依离是良心二行了。 导愿天不能言, 帝不能与人能红到非到红人结顿。 儿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人满儿的光明。 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 儿的柔和宁静明举母的慈悲感应。 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 儿的无私无我灰映母的无边无量。 儿的毅力不摇弃入母的永锤不修本尊分身关系。 资料来源,望去。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drive dot google dot com slash file slash d slash zero b underscore front one underscore kes one z m side six slash view brief equals two and plea equals one and page eight equals one zero nine five three eight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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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five zero four seven six seven.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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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ght three zero five.